当朱宇文刚刚登上皇位之后,政权还不稳固,他的四叔朱棣趁机作乱,把在位只有四年的建文帝赶下皇位,从此朱宇文生死成谜,下落不明,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。 朱元璋死之前曾留给朱宇文九字锦囊,锦囊里写着萧帆王,保江山,杀朱棣九个字,朱元璋早就预感到了朱棣的反叛之心,于是在锦囊里叮嘱了朱宇文要杀朱棣,以保江山,朱宇文曾经有多次可以将朱棣除掉的机会,然而他都放弃了,最终皇位被朱棣夺走,丢了江山。 公元1399年,朱棣发动了静南之役,这场战役一共打了三年,起初,朱棣的人满还不到建文帝兵力的一半,但他还是起兵谋反,朱棣有着极强的领导力,一开始不被看好的他,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一次一次的打下应战,将建文帝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,后来,胜利的天平逐渐向朱棣靠拢, 很多将领绝的建文帝大势已去,江山恐惠一主,于是便缴梟投降,投奔了燕王朱棣。 后来,燕王的实力越来越大,建文帝的军队逐渐无力招架,连连失败仗,朱棣带着他的军队最后打到了英天府城下,很多大臣纷纷投降,并为其打开城门。 于是明朝的首都英天就这样被朱棣占据了,而正当朱棣带领军队进京之后,明朝的皇宫就莫名其妙起了大火,只见火势凶猛,肆虐地燃烧了起来。 当火势被控制之后,皇宫已被大火烧毁得破烂不堪,积聚尸体被大火烧得焦黑,难以辨认身份。 不过从尸体上的衣物,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穿的是龙袍蟒,因而可以判断出这些尸体中有建文帝朱颖文,还有皇后及太子。 在历史上,虽然有记载朱颖文是在皇宫里被大火烧死,不过证据不足,仅凭死者身上那件被烧焦的龙袍,就断定此人是朱颖文,恐怕连朱棣自己都不信。 说不定是哪位对朱颖文忠心耿耿的义士,假扮是建文帝,自演为其牺牲呢? 在明史和胡盈传的记载中,提到鹰王不相信朱颖文就这样在大火中死去,所以他派人暗中寻找朱颖文的踪迹。 直至朱棣万年之时,胡盈终于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,发现朱颖文在江苏的普洛斯碧南,出家当了和尚。 胡盈岁将此事禀告给了朱棣,朱颖文已是一名垂老的僧人,了解到他没有复国的意思,朱棣也就没有再赶尽杀绝。 关于朱颖文的生死仍是众说纷纭,他的真正结局究竟如何吸引了很多人去探讨? 这是一桩令人好奇的历史刑案,朱颖文的江山只做了四年,令人惋惜。 如果能按照当初朱颖章留给他的九字几囊,事先把朱棣给控制住了。